喜欢负责 还是习惯单纯 我愿尽力完成 你在我心中几分 难以形容的责任 一路到夏天的微笑 无所谓 倒过于激动 我们都笑容 我们曾心动 不再是无动于衷 无条件为你不顾明天的安稳 为你变坚强 相信你的眼神 不敢想 不敢问 有一天坏的可能 有一天坏的可能 无条件为你不顾明天的安稳 为你变坚强 相信你的眼神 不敢想 不敢问 有一天坏的可能 有一天坏的可能 无条件为你放弃 单独的旅程 为你坚强 就不怕牺牲 我的灵魂 如此沸腾 你也要进马队 什么我也要进马队啊 是我进了马队啊 你爹对我家才有个说法嘛 你也才能进马队 是你沾了我的光啊 那你现在啊 还要不要我进马队了 也只能这样啊 反正你不进 我就不能进了 太准了 太准了 高丽天啊 你真是料事如神呢 照我讲的说了吗 对啊 完全照你说的这样啊 他起先是反弹 然后是怀疑 最后他不得不接受了 我觉得啊 你真的是比我了解我老婆啊 要不是我爱他在先的话 赶紧凑合你们俩在一块算了 可是现在啊 现在不行啊 现在我不能让 包含包含啊 你爱不爱他 我都不会娶他的 嗯嗯嗯 那最好 那最好啊 哎 不是 肚子有点饿了 我去找下人弄点吃的来 平照 别先顾着吃 马队的事情咱们得先商量商量 马队 马 马队还有许多事要做呢 你是说要我出去干活呀 不是吗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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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 你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 我 哎呀 这不是就是挂个名说说而已吗 我长这么大一辈子没出去干过活呀 你叫我种花养鱼可以 我怎么可以 我 一定可以 而且你也必须要可以 你如果真喜欢同庆 就得拿出点本事来让他服气 否则啊 他一辈子也不会爱上你 这 可是 可是我 我不会骑马 你要加入马队 可你不会骑马 嗯 我 我不行 我就不行 可以的 我 你要我的命啊你 没那么严重 走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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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不 你 就这么脚一的腰一挺 人一要就可以纵身上马 来 试试看 那你说得容易呀 脚一蹬腰一挺 那之后呢 上去之后坐稳 记住 徐步急走 都得随着节奏打扰 来 试试看 快 上去 不 为了同庆 走 不慌 不慌 走 来 慢慢走 走 不稳 起源点 让他认识你 这 这 这 稳住 对 就这样 稳住 训练娃娃兵了 那是个窝囊废嘛 这 哦 借光 高丽天 大叔一直击中你是条汉子 他看错了 看看你这不得性 为了钱 去伺候这窝囊废的驸马爷 到童家组马队 季家的弟兄 哪一个不如他 你放弃弟兄 到童家来组马队 巴结这种人物 你这马屁 可真拍足了 你这马屁 可真拍足了 宋传哥 我们是出来遛马的 你就别再说 是啊 咱们是出来遛马的 弟兄们 跑个快活吧 是 驾 让他 让他 廷哥 这是何苦 我跟你说啊 我呢 叫黄平昭 以后我就是你主子了 你可不能乱使性子 至少啊 你不能让我在我老婆面前丢脸 是吧 我看你 是 我看你 卖 啊 你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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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 平昭,你們怎麼樣? 王少爺,是你了 你怎麼也不避一避? 畜生不懂,連你也不懂 以前沒騎過馬 宋少川,你欺人探生! 你有本事,衝著我來 我本來 就是衝著你來的 卑鄙! 這是他們的事 別打架,別打架 別再打了 這樣哪會打死人的你 等一下 別打了,別打了 打死他 你這幹什麼? 不是說去遛馬的嗎? 不打成這個樣子 你看你眼睛瞎了怎麼辦? 他也好不到哪兒去 我下手比他還重 你不帶了好幾個人去嗎? 幾個打不過他一個 這是我和高麗天兩個的事 要不他把我打死 要不我把他打死 就這麼簡單 我不需要別人插手 你這孩子,我越來越不懂你了 照理說你那麼討厭高麗天 覺得你大叔氣重他 現在還離開記家 你應該高興才是嘛 海星最忌諱你和麗天去衝突的 這事讓他知道 殺不了一頓馬 我就是討厭大叔這種態度 眼睜睜的 看著高麗天被那姓彤的給挖走 連屁也不敢放一個 像個鎖頭烏龜,就這麼認了 不許你這麼說他 不對嗎? 我就是要打高麗天 我就打給大叔看 如果大叔還一味護著高麗天 這事一定有鬼 什麼小川 大叔 你搞什麼名堂 又出去惹事啊 惹什麼事啊 你沒看見 孩子被打成這個樣子 那是他自己討打 他變成人家 人家會動手嗎 你先把事情問清楚好不好 不用問 我了解 你了解個屁啊你 等一下 大叔,您請息怒 不會再有下次了 無論如何 我一定會忍著他 季海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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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不知道我跟麗天兩個人有多麼英勇神武啊 這算起來啊 我們一個人打他們十個人 這技嘉馬隊的人啊 真的是被我們打的這個落花流水 落花流水的 落花流水 落花流水 我們人少嘛 寡不敵眾啊 不過重點是啊 我跟麗天啊 並肩作戰 彼此之緣 所以 他也應該被打得很慘哦 是啊是啊是啊 是 是有點慘 你 是想去看他對不對啊 那就去吧 去看看他也好啊 關心關心嘛 是不是啊 你讓我去 是啊 去啊 你讓我自己去看高麗天 去啊 不都說了嗎 真是是 那 我去囉 去吧去吧 嗯 還真的去啦 這 不要臉 麗天 高麗天 睡了嗎 麗天 受了傷還往外跑 上哪兒去了呢 大叔 怎麼樣 你傷是我 還好 你傷得辛苦啊 平常 我還是很難 來 宋少川 大概也吃了點苦頭 果然 他們還有聯絡 咱們行事得快點 再拖下去 那擔心少川 會繼續找你麻糊 快不了 進到童家的這段期間 根本還沒和他打到照面 他 他是誰啊 怎麼會呢 不都在宰子里啊 童家规矩多 平日女眷就盛少露面 唯一能自由进出的 也就只有童庆 我根本没有机会 私下和小景接触 大叔 这事急不得的 我需要更多的时间 时间在久 难道你就真要替童战群 竹马队了吗 我本来就是以这名目混进童家的 但那是个幌子不是吧 咱们最主要的目的呢 是要去破了方景的真杰 这才是最重要的嘛 别到了最后你马队也替他煮了 货也跑上路了 人却还没有到手 那我岂不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我得不偿失了 李天啊 我也没别的意思 只是觉得事不宜迟 越拖下去呢 你越难下手 大叔 对我而言 这件事本来就很难的 万一 万一小警不愿意跟我走 他要替童家手 然后 事情又曝了光 这 这不是把害残了 所以万不得已的时候 你得对他用强 用强的 他先造成的事实 他除了跟你 无第二条可行之路 这 这太狠了 一点也不狠 你披雳手段行菩萨行长 想想结果吧 你愿意让他跟着你 还是让他后半辈子死守在童家 李天 尽快找机会接触到方琴 这么晚了 你们还没睡啊 大叔 高丽天 对方姐是下不了手的 你竟敢偷偷跟着我 你亏死我 大叔 我是关心您的安危啊 满口胡言 是用这种偷偷摸摸 滚远碎碎的方式来关心吗 是您隐瞒在先 少川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 少川 把你的想法告诉大叔 大叔 高丽天爱方姐 因为她爱她 行事必多所顾忌 绑手绑脚的 她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 依你的说法 我这一招是白搭了啊 不 大叔此技高明 但可以更周严 是不是该多背一条路 多背一条路 是 是 当螳螂捕不到蝉的时候 后头可以有黄雀 是说 爱莲 爱莲 由爱深莲 我估计那高丽天 最后必定因深爱方景 而对他多所联系 他不会动他 你大叔这么精明的人 难道看不出今夜 高丽天的矛盾和挣扎吗 但是大叔 我是不爱方景的 略那个小寡妇 我一点感情也没有 好 如果 让我当这只黄雀 那岂不是更保险稳当吗 你以为你很聪明吧 人都叫你给算尽了 少人这几不是挺好的吗 两个蠢蛋 全都奔到一块去 丽天下不了手 你下得了手 好 你狠 你可以用强 那我问你 你一用强 岂不正好碎了 童家的心意愿呢 怎么说 按大清利律 凡女子招强暴 抵死不从 以死民治者 皆可货搬猎妇碑 那童家本来就希望 逼死方景的 这下正好 借你一手 赐她死 他们得碑 纯 大叔 没有猎妇 没有猎妇 从头到尾 没有猎妇 难道方景会 依了你跟了你 她对你没感情 她不会 但她会 死 强要了她之后 让她死 随便找个荒郊野地 把她给解决了 到时候 没有猎妇碑 童家只剩下丢人现眼的笑话 谁都会以为 我心中也许和你的情感 有一种暧昧 我心中也许和你的情感 有一种暧昧 把她给解决了 到时候 没有猎妇碑 童家 只剩下丢人现眼的笑话 谁都会以为 童家的寡妇 是跟人跑的 万希 此计太毒 我只只想出口气啊 并不希望闹出人命来 海青 你有没有想过这只条被路 万一立天不成事 行机败露 童善君如此精明 她把事情前后一想一兜拢 自然会把账算在你头上 她会和你善罢甘休吗 是 到时候再想要杀方景灭口 都来不及了 不 这事死无对阵 真要是曝了光也是她们儿女情长 与我无关 海青 这个理由童善君是不会相信的 大家都知道 你一向看重高丽天 可是你却认她 轻松地离开我们季家到童家 这不是让人起疑吗 大叔 有时候该表的态也是得做做样子 最起码把后路背下 表明高丽天的离开 与你无关 将来 出了什么事 你也不必负责啊 孟善君 你好不阴险 您知道高丽天是我季家马队一把好手 竟公然将他笼络于你门下 你挖我墙角是何居心啊 季兄这么说 那就是是非不清啊 是高丽天自己两只脚走进我童家门的 怎么说 怎么说我挖你墙角呢 童老爷 就算高丽天是自己走进来的 您是不是也可以 也应该拒绝他呢 是怪我没有唱黑脸哪 首成 老爷 请高丽天到这儿来 是 不用了 我人就在这儿 童老爷 大叔 丽天 你季大叔上门来兴师问罪 怪我当初没有拒绝你 我童某一身行事磊落 不愿担着口实 他现在人在这儿 你不妨亲口告诉他你的意愿 请 大叔 丽天 你跟我回去家去 季离开 我便不愿再回去了 高丽天 你执意 要背叛大叔吗 我没有要背叛大叔 同一条道上 各跑各的祸 互不侵犯 还是互不侵犯 你替他跑祸 就是宰了季甲地盘啊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我 季兄 请你自重啊 在我的宰子里 对我的客亲动手 这未免有事做客之道吧 你客气 好 说得好 我自小待在身边 养大栽培的人 不费摧灰之力 以利又之 便为你所用了啊 高丽天 你既如此背信忘义 我也不留你了 从此之后 你跟我断了缘分 踏日相逢 如同陌路 嗯 利天 季家回不去了 就不必回去了 从今天开始 你就真正是我佟家的人 马队之事 竞速丑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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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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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害喜害得去用嘴馋 叫厨房弄点吃的给我 是 别偷懒啊 我在房里待你了 你就会出来转转的 听见了没有啊 是 我知道了 小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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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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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静 你瘦了 憔悴了 小静 你过得不好 我不能在这里 不可以 小静 小静 我想你 每一天 每一夜 每一天 我是靠著对你的思念 才活下来的 陈复 也是因为我们的思念 我们的爱情 才死的 你恨我吗 你在心里恨着我吗 不要恨我 不要 丁月哥 我但愿我可以恨你 只要一点点恨 我就不会那么的伤你 少一点爱 心也就可以死得快一些 可是我不行 我做不到 我恨不了你 在每个夜里 我的心 都喊着你的名字 一生一生的 天哥哥 小静 跟我走 天哥哥 这件事情想都不要再想了 我是个寡妇 我要替童心守节 小静 不要再过来了 我要回去了 你不要再找我了 我不会发现我们的 小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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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你坚强就不怕牺牲 你啊 外头话说得难听 传我徐凤琴虐待媳妇 又是我徐凤琴的媳妇不好的 你心里头也是这么想的吧 我没有我不敢 是不敢还是没有啊 传着传着 这媳妇果然也就难当了 儿子死了啊 这媳妇自然也就是个空房 可是方景啊 小喜死了 我还在呢 我这做娘的 可替她陪着她媳妇呢 谢谢 谢谢娘 来 这说说 告诉娘啊 这衣服洗一半 上哪儿去了 我 我洗着洗着 发现少一件娘的短褂 我怕弄丢了 所以 所以便四处去找了 我 把掌头贼去 姨娘 我 那 那是少奶奶 少奶奶怎么的 打不下手啊 你是替我打 我怕动了胎气 快 来 娘 瞧你不撑头的 叫你打个人也会吓哭 要我自己动手吗 万一我肚子里的儿子啊 有个什么闪失的话 小翠 你打吧 没关系 别让娘不开心 快 小翠 少奶奶 打完了我再告诉你为什么 打她二十个嘴巴子 大声点 你绣花呀 听不见能算数吗 小翠 你用力打 小翠 这二十下啊 是打你在外面偷男人 我没有 没有啊 那好 那我就打一个不仔细 弄丢了我的挂子 这有没有啊 很数这顿打 你都得挨 躲不掉的 明白吗 我带她走 我一定要带她走 又挨打了 我看看 你准备要让她打一辈子吗 不会打一辈子的 等她老了 就打不动了 她打不动了 会叫下人动手啊 今天不叫小翠动的手吗 还好 小翠下手并不重 方景 你为什么要答应留下来 干嘛要替童喜守节呢 你们两个并没有夫妻之实啊 为什么要把一生都虚守在童家呢 我认为 女人自愿要守节 应该只有两个原因 一是真心爱那男人 除了他 别人都看不上了 随守着 你也同喜吗 不可能的啊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你有愧于死者 你亏欠于他 我心中也许和你的情感 有一种 暧昧的美满 条件为你放弃 单独的旅程 为你坚强 就不怕牺牲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你有愧于死者 你亏欠于他 你亏欠于他 良心不安 所以要用后半身来弥补 可是你又欠了童喜什么呢 你便没有对不起他呀 我有 当初 如果我把他照顾好了 他不会受风寒 如果我没有回娘家 我没有和 那是他的命 命中注定的 不是的 我难辞其咎 好 你若真的心里过不去 你可以回娘家守着 去赎罪 干嘛留在童家呢 你喜欢自虐啊你 对 我不配过好日子 我要赎罪 用我的一辈子 顶藏同喜的一辈子 蠢欸 你胡说些什么 我没有胡说 本来叫一个不买二十岁的女子守洁 就是一件不人道的事 什么叫不人道 这是他的功容 他才十八呀 要守三十年啊 所以才泥足珍贵 才是古尽甘来啊 得了吧 苦是真的 甘到未必啊 三十年过后 父母还没想到心就先死啊 寡妇本来就应该心如止髓 你左一句寡妇又一句寡妇 她本来就是个寡妇 寡妇也是人啊 也有七七六玉也有有 她不准有 寡妇不准有情欲 不准有想通 一贪死水就不该再嫌疑 爹 你太残忍了 清儿 你是个女儿家 你不会了解一个儿子 一个男人 对家族的使命感 咱们童家 几代以来 一直是千和镇上最大的望主 我们不像那些寻常的人家 可以小门小声的 有多少人的眼睛 在盯着我们 我们的一举一动 一直是带领的 清河镇的风俗民情 跟价值观 童家丢不起脸 所以 童家人的血是冷的吗 童家的人 没有温度只是样板 如果是这样 我不要做童家的人 我宁愿活在那些小门小户里 我可以敢爱敢恨 活蹦乱跳 热乎乎地过日子 你是已经嫁出去了 所以我也没说话的权利了吗 爹 你让我太失望 国娘 为了童家的光环 亦是守着活话做招牌 你放肆 小沈 被关在童家十年 已经行动残废 他嫩双脚 已经走不出童家了 你给我住嘴 不 我要说 方景 她的人生还没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因为你强迫她 为童家殉葬 我娘 小沈 方景 都是为了童家 都是为了你 都是为了你 我不回去 爹也不会赶我走 因为童家是大虎 那么多人盯着我们看 我们能让他们看到 童家父女反目吗 做样子 也得做出 辅慈女校 一片和乐的假象吧 我目前为了 不透明 你很专层 不要 你跟着热 什么 是 老爷 老爷 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咱们都快走 别耽误了及时 凤琴 怎么了 为了你腹中的胎儿 全家到齐去此 堂谢祖先求的庇佑 你却在这儿使信呢 并没有全家到齐啊 你说齐珍哪 可不就是他吗 已经让守臣去请他了 这还要我等他呀 他有多重要啊 是他重要 还是我肚子里这个重要啊 姨娘闹什么脾气呢 以前不都嫌小沈行客重 不愿多见他一面吗 怎么这会儿又非他不可了 还问我们大家是谁重要了 小沈呢是真重要呢 她忍不到啊 姨娘你连祖宗都不敢谢了哦 我不敢 她犯个什么东西啊 我徐光琪喜欢怕她 既然不怕 你就别等了吧 啊 庆儿 老爷子啊 您都看到了 他们一起联合起来欺负我呢 这说要去谢祖宗 就没有一个心甘情愿的 要不就存心不道 要不就嘴巴上刻薄我 好 好了好了好了 真还没生就给我小鞋穿呢 这日后真要生下来 我们母子俩可有得苦头吃了 老爷 您要替我做主做主呀 这这守城怎么回事 早个人 守城 守城 老爷 老爷 二奶奶呢 不在屋里 不在屋里 整个宅都找遍了 也都没有 我就知道 这我就知道 这存心让我不痛快 故意让我谢不了祖宗 儿子呀 他得罩我们呢 好了安妮 明明没有事了 你怀你的你谢你的 非要把事情弄大 没事早事无事生非 我说委婿还得挨教训啊 我不管 我就要等着他回来 一起给祖宗下跪 他们回来 我就不信 老爷 我想齐真是到庙里去了 这些年来 不是家里就是庙里 他娘家也没人 他无处可去啊 奇怪 他明明知道今儿个家里头有事 怎么一声不响就出去了 让他就在庙里待着吧 他想回来的时候自然会回来 还是去找一找吧 不用 接一接吧 不接 他有脚自己走的自己回来 用不着费这些功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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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二人 只有我 没有别人 你告诉老爷 不用派人来找我 我不会回去了 回去吧 心情不好 不想回去 找谁来也一样 二奶奶饿了吧 从来也没走过这么远的过 来 吃点东西 好 我特地还替你温了一壶酒来 山里头寒其重 喝点酒暖和点 是老爷想到我在这儿的吗 来 吃点菜吧 我在喂你话 童小诚 老爷以为二奶奶在庙里呢 庙里 但是 但是 但是家里头今儿个根本就没出过教 没有人带二奶奶到庙里头去 您是自个儿走的 你 所以我猜想二奶奶必然是到了这儿来了 二爷的坟不就在这儿吗 幸好我没猜错 幸好我没猜错 是 是你 是你找到我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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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老爷 老爷不知道你在哪里 是 也没说要找你 那 也没说要找你 二奶奶喝点酒来 要凉了 没说要找我 的 她惹我 她惹我 她根本就不知道我爹 她竟然 她竟然如此 她如此良我嘛 二人 夜里有凉 二奶奶夹进衣服吧 找得不找我 我们 我们 二奶奶一片心错放了呀 连守晨看了 都听到二奶奶心疼不直啊 这么深的情 就是拿糟蹋了 二奶奶这么冰雪聪明 怎么就看不出 等洪家还有别人呢 你 你以为你是谁 你不过就是个童家的奴才 你也敢来聊过我 你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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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了 这有什么差别 你就是排放 我要离开童家 你想不想离开这儿 离开童家 离开许凤晴啊 我 你愿意 呸 你不愿意 不准愿意 你就是看我不顺眼 我很少看你 你 你 那不是我岳父的死对头吗 干嘛高丽天偷偷跟她见面 我自私延续心中的期盼 有一种暧昧的晴朗 站在这城市某一端 寂寞和爱相赋云去游散 寂寞和爱相赋云去游散 在这城市某一端 在这城市某一端